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继续讲《现观众恩论》 修行次第 前面已经讲了正当加行和定加行 在修行次第加行导致究竟之极 也就是刹那加行 我们前面讲的正当加行和定加行 然后简单地说明 我们修行次第加行 达到最高的标准 这个时候叫刹那加行 就是刹那加行 如果现见一种无路之法 便能将现前所现见的 所有的无路之法 以无相刹那加行和无二刹那现前 以中法现前的时候 讲其他所现见的一切无路法 以无相刹那和无二刹那加行的方式可以现前的 这叫做加行道的究竟之极 也叫做刹那加行 大家应该清楚 所谓的刹那加行 如果我们见到无上或者空行等等 一个法现前 这个时候其他所有的相 以无二或者无相的方式来现前 这就是刹那加行 他与前面所讲的 无间定加行二者 只存在入定处定凡体的区别 除此之外别无差异 那么前面我们讲的 无间定加行 昨天刚讲的 所谓的实地菩萨的境界 然后跟刹那加行 这两者只是入定和出定的凡体方面是不同的 无间定加行主要是讲的入定的境界 刹那加行是出定的境界 虽然在上面当时讲了一些次第 但是这些主要是以出定为主而讲的 所以除了入定和出定以外 都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都是宣讲的实地菩萨的智慧 智慧的本体 显而易见真正的所修之法 便是正当加行于此地加行二者 我们现在通过学习之后明白 修行显观庄文论的修行 修行次第归纳起来 就是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 这两种加行当中 所有的修法都可以具足 虽然按照论中的次第 似乎如果依靠正等加行 而定加行在相续当中产生以后 便开始修行次第加行 从显观庄文论本论当中的次第来看 因为在讲四加行的时候 先讲正等加行 然后正等加行完了以后 开始讲定加行 然后定加行完了以后 次第加行 次第加行讲完之后 开始查了加行 所以从相关庄文论的论典 它的次第来看 好像是中间还有定加行 它的次第并不是正等加行 完了以后 次第加行 不是这样的 但是只不过是每一对因果相续结合的角度 而宣说的次第 而并不是指实际修行的次第 为什么是这样讲呢 这是我们前面也讲过 每一个只不过是 因果相结合的角度来宣说的 什么是因果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所修持的证悟 获得自在分因和果 是一对因果 因作为正等加行 果另为定加行 这是一对因果 完了之后 所证悟的境界在自相续当中获得稳固 也分一个因和果 因是次第加行 果是刹那加行 是这样的案例的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因此从本论的次第来讲 好像是次加行一步一步地讲 但实际上除了次第加行和正等加行以外 这其他的两者 昨天也讲了 前面修行到了高峰的标准而已 因此在修行之际 即使目前常处于初学阶段的人 也可以修持两种加行 所以即使我们初学阶段 还没有获得了一地菩萨 或者还没有获得了加行道 是一般的初学阶段 但是我们可以在现在凡夫位 现在初学阶段的时候 也可以修持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 如同论中所宣说的 以闻思方式而修行次第加行一样 我们《相关庄严论论》里面也讲了 通过闻思的方式来 修行次第加行 因为次第加行一般来讲是正等加行的果 正等加行获得稳固的阶段 那这样我们凡夫可不可以呢 当然凡夫也是通过闻思的方式来 可以修次第加行的 说明我们现在在初学阶段的时候 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完全可以 可以的原因 包括十字仙的论典当中 也有说明 以闻思方式来可以修持 闻思方式来修持 说明我们凡夫阶段的时候 也可以修持这两个加行 如果对实际修持这两种加行 将把三字所有的相可以包括在173相 我们前面也讲过 编制有一百一十相 然后机制有二十七相 还有道制有三十六相 所以这一百七十三相在正等加行当中 以色略的方式来进行修持 所以我们《现观众安论》的所有修行 可以包括在三字的内容 三字的内容 归根集的也可以说是173相 正等加行所修的内容 应该这样来理解 而其中七字的第一相 也就是说 无常之相的修持方法威力 首先我们这173相 到底怎么样修呢 其中机制 刚才也讲了 有二十七相 二十七相里面说 无常等等有这些相 首先以无常威力 安住于有为法对境的 汉舍的一切 万法都是面观的 刹那相续的神秘之心 也就是说 这叫做其净相 一相也可以说 首先我们有为法对境 汉舍的一切万法都是连观的 刹那不停住的 刹那是毁灭的 这样一种无常的本性 这叫做净相 大家都知道 以任何一个法为主 凡是有为法所说的一切法 诸子平子等 一切万法 它的真相是什么呢 刹那也是不会停住的 刹那毁灭的 这样的无常本性 这是它的本体 就像获得热心一样 它的本性 这叫做净相 对外境无常的道理 以依靠教证 理证之 推理智慧 而断除正义的修持 则其为实相 所谓的实相 刚才也说了 万法的本体本来是无常的 但是我们凡夫人 一般都是不了解 然后依靠佛陀经典的教证和高僧大德门的窍诀的依据 还有通过自己的智慧 来进行推理的理证 通过这种方式来断除一切怀疑 最后自相续当中真正认为 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 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理解 叫做实相 对于声闻指导而言 仅仅这些已经足够了 如果声闻成 一切万法是叫净相 万法无常叫净相 我们懂得这一点叫实相 所以按照小乘的观点 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我们可能去过南川佛教的一些国家 大家都知道前面没有发心 后面没有回向 也没有什么生意空性的 只是知道万法无常 万法无常 所有的感受痛苦 懂得这一点就已经可以了 外境上它是无常的 右境上认识这一点 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但因为大乘行者 则必须在相续当中 生起有各乘的证悟境界 因为大乘学者 行者一定要生起各乘的境界 否则他没办法舍受他们 所以仅仅通达这一点 还是不足够的 还需要将经相与实相 二者都作为对境 以加行的方式来进行修持 把这两个都作为对境 刚才无常的对境和 执着无常的行事 这两者作为对境 然后开始进行以加行 加行是以二十种加行的方式 来进行修持 修行的时候也是在生意当中 把无常的对境和 执着无常的行事 这两者在生意当中远离一切细论 了不可得 然后世俗当中 这两者也是如幻如梦 如幻幻一样 以这种方式来进行修持 而且修持的时候 开始开头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修持 又发菩提心 然后中间以三轮提空的方式来修持 或者如幻如梦的方式来修持 最后所修的善根 回向于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们一般 学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确实有差别 不说其他的 念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 如果你是大乘修生 你为什么要修啊 所以我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先发菩提心而念阿弥陀佛 最后我所修的善根 不是我自己往生极乐世界 就为利益一切众生 我最后还是要回向 所以三殊胜的一般都具足 如果你不是大乘修胜者 一般来讲 可能欧玛尼巴弥洪舍 或者是纳玛阿弥陀佛 那么最终归根到底肯定是为自己的 所以为自己不用回向 很多人的念佛肯定是为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前面没有发行后面没有回向的话 恐怕是为自己跟小乘的宗派没有什么差别 我原来去泰国 泰国的很多仪轨 本来是非常殊胜的很多《别解脱经》 有很多殊胜的经典 但是刚开始念诵的时候没有发行的 最后念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回向 但我跟他们有一次用汉文来读过一些经 读完以后我心里面好像觉得这个善根为什么不回向 极个别的小乘行者也有这样的 当然泰国也有一些大乘的寺院 他们的行为也有所不同的 所以他们有一群比丘到新加坡传法 这个跟藏传佛传没有任何差别 泰国也有这么一匹比丘我看了一个广蝶 看了以后我觉得怎么会 泰国的法跟藏传佛传特别相爱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以后学任何法 修任何法 最好开头有发行 最后有回向 然后中间有善与世俗两种方式 其中一种来进行修持 所以刚才小乘的修法 只要懂得无常就可以 只要懂得一切感受是痛苦 就这样已经可以了 因为目的就是自己获得寂灭的果位 大家应该清楚 至于宣说二十种加行 因为正等加行的时候讲了二十种加行 因为其中的三种 只不过是善知证悟的方式来分类 先讲两种加行 后面讲三种加行 这三种加行其实善知的 不同的犯体而安理的 还有十五种加行 十五种加行又是指界限的分类 所以真正的所修就是 无诸加行与无行加行 正两者 二十种加行的所有加行 因为有些是善知的分类 有些是界限的分类 所以真正的修行可以说是 无诸加行和无行加行 或者不诸加行与不行加行也可以说 这个可能意识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吧 不诸加行或不行加行这两者当中可以包括所有的修行 所以我们相关专案论所了知的善知 怎么样修行呢 用四加行来修行 四加行可以包括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 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也可以包括在正等加行当中 正等加行虽然修法方面有二十种加行 但二十种加行也可以包括在这两个加行当中来修持 所谓的无诸修行也就是说 这者对境担注的修行因为此事以无常指向为对境 所以在同达即时了知无常之力 也只是名言世俗的证悟指向在生意当中 无常根本无法成立为十有的道理之后 内心不足于任何担注 也就是无诸加行 无诸加行从对境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的是无常 实际上名言当中 我们抉择一切万法刹那刹那地改变得无常的 懂得这个道理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如果我们从生意当中进行抉择 进行修持 那么所谓的无常 刹那刹那的变化物体的这种本质根本得不到 生意当中我们通过宗观的理论 来进行抉择的时候 从因果体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所谓的无常的本体也找不到的 非无常的本体也找不到的 最后刚才所称为的 不管是诸子还是品子 任何一个法在名言当中的无常 也是在生意当中得不到 得不到的这个部分 我们称之为无诸加行 或者不诸加行 叫不诸加行 这是从对境的角度来讲空行 对境方面的空行 这样一来 在通达无常空行之后 因为能修之心也是不能成为任何边际的空行 以什么由境而对什么对境进行愉加修持 也是了不可得的 如果对境找不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修无常 就是能取的心也是了不可得的 得不到的 所以所谓的修持也是 只不过除了名言中的正义以外 并不存在一死一毫的修持 如果能了知这一点则 因为通达了行则外境语 由今所谓修持并不存在 故称为无行加行 无行加行 因为所行的对境根本找不到 如果所谓的对境无常找不到 能执着它无常的有境 行事也找不到 如果对境也找不到 有境也找不到 那么经和有境或者能取和索取 全部都犹如虚空一样 了不可得 那么这种境界叫做不心之假行 或者无心之假行 这种假行也遮着了对有境耽著的修行 一个是断除对境的耽著 一个是断除有境的耽著 其实这两种修行非常的重要 般若波罗蜜多归纳出来 对境也不执着 对有境也不执着 波罗色诵里面 反反复复的抉择内容也其实是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在圣仪当中的确也是 经和有境找不到的 四处当中没有任何诗者如幻如梦的经济 相关传论的修行归纳起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平时我们在新宿周围也好 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应该不太耽著 这也是接近正等加行的修法 对于这两种加行 在其他的经论中 也有遮止诸和遮止瑜伽的提法 前面指的是不诸加行 后面是不行加行的意思 这里的瑜伽 以前面所说的行词 同一个意思 如果结合其他的佛法专用修语来进行阐述 无有能修的意思 另外无有任何作意 即为薄弱之意的说法 有个别的藏传佛讲里面也是宗派 有些宗派说无有任何作意是薄弱的说法 也就是单空嘛 什么都不作意就是薄弱的意思 也有这种说法 仅仅是只不作意对于任何外境和有境地势的耽著 只不作意 其实对外境和对有境不耽著而已 实际上这也并不是薄弱 真正的薄弱的话 麦彭仁波切的有关论典当中也是提到 远离一切习论 对有境也好 对境 远离一切习论的执著就是所谓的薄弱 薄弱的含义应该这样来了解 今天讲到这里 久能帮他真正的难断 只要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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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